好,大家好,我是超哥,咱们开一个这个板,现在线已经连接好了 通讯已经正常,咱们现在开机去报什么故障,这个是五线直流风机 好,开机 咱们看一下,故障代码出来了,F2 外机IP模块保护,这个是风机也不转,所以也不动 就直接报故障,好,现在拆一个427 对于这种故障,我们测量,第一个先测这个模块的收复供电,还是正常 好,收复供电,OK,正常 接下来我们一个表比接采样电阻 一个表比,分别去测压缩机的UVW三项 测UVW三项 好,我们测一下这个UVW三项和D之间的电压 这个机主不要插压缩机,咱们看一下 好,13.8,好,测下一下 好,14,基本正常,好,测这一下 你看,这个现在是电压撑不动的,档位有点小,直接达到1000 再测一下,321 那么测的这个点其实就是三路自举了 对吧,测UVW三项对地,就是测三路自举 如果平衡,咱们说明三路自举正常 接下来我们查模块的保护,包括相当于检测 那么这个很明显,这个模块已经坏了 这个不用去测模块,百分之百就坏了,挂了 这就咱们判断一个思路 测模块咱们用的,咱们这个磁质的吸气器啊 就这个玩意儿,特别方便 好,现在看 咱们看一下啊 模块倾诉拿下啊 如果想要这个吸气器的,评论区可以找我啊 这个模块型号暂时没有 咱们等模块回来再装 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感谢观看,再见